这个金融公司的老总裁在开会时 却踩上桌子 似乎是想做点什么 只见他来了段十米冲刺 从45高楼上一跃而下 追了过程还不停大喊着 快走开 不然就要砸到你们了 巴唧一声 总裁当场殒命 明明公司业绩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跳楼 可冷漠的股东们却毫不在乎 甚至以总裁是从45楼还是44楼跳下 展开了争论 此时股东之一的白发书站了出来 他表示 现在需要找一个傀儡总裁 等到公司股价大跌 股东们在全盘买入 那赚的可就大大的多 可问题在于 这个傀儡总裁该由谁来担任呢 很快人选出现了 这个男孩名叫蒂姆 找了半天工作 才来到这家公司当底层的收发员 新人出来乍到 要处理的信件多到他头痛欲裂 此时广播响起 要求底层员工为离世的总裁默哀 而浪费的这默哀的十几秒里 会从工资中扣除 突然一名员工惊声尖叫 最让人闻风丧胆的蓝色信件来了 而蒂姆作为新人被勒令去给白发叔送达这封蓝信 他来到办公室 秘书看到蓝色信件都当场吓得晕了过去 他找到白发叔 对方表示这一天过得都不好 希望能带来好消息 蒂姆这一听赶紧收起了蓝色信件 随即把自己研究几年的设计图交给白发叔 那只是一个圆圈 蒂姆却觉得肯定能有大发明 说着说着 桌上的纸却不小心烧着了 蒂姆把纸丢到垃圾桶 便赶紧搬来水桶救火 可一路走过来水早就洒没了 他又一脚踩进垃圾桶里 差点没把它烧着 最后蒂姆直接把桶丢出窗户 可风实在太大 把桌上的合同都给吹了出去 白发叔想要拿回合同 结果却一脚踏空 还好蒂姆救人及时 一把抓住了他 白发叔一看这人 不仅救了自己 而且脑子也不太好使 应该是当傀儡总裁的料 就这样蒂姆当上了傀儡总裁 股东们笑了整整三天三夜 差点没把牙给笑眉 蒂姆也跟着笑 但她哪里知道自己的笑 和他们的笑完全不同 蒂姆一夜间从小员工 当上公司总裁 这让报社看到疑点 女记者小美表示 要进金融公司当卧底 查出白痴蒂姆 当上总裁的真正原因 她私下找到蒂姆 利用传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成功让蒂姆把自己带去了公司 趁着对方上厕所 她赶紧翻找线索 可拉开柜子 里面却只有一支铅笔 就连行程表 都只有一个普通的行程 这可让小美奇了怪了 难道真的是靠实力当上的吗 为了调查得更清楚 她又装成蒂姆的老乡 可把蒂姆给乐坏了 对方当即表示 让小美当自己的秘书 夜深人静时 小美溜进公司 一番摸索下 她在钟楼的角落里 发现了白发叔的办公室 偷听对话才发现 原来白发叔 才是真正的幕后操控人 她想告诉蒂姆真相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两人聊起了天 气氛也慢慢变得微妙起来 蒂姆鼓起勇气 向小美吻了过去 爱情也由此开始了 不久蒂姆终于发明了 一个塑料圈 她认为这玩意儿 肯定能大卖 可股东们看到后 虽然觉得会亏个底朝天 但这也正好符合 他们要压低股价的想法 就这样 通过一系列的成本计算 和安全监测后 塑料圈开始大批生产 这款被蒂姆命名为 呼拉圈的玩意儿 正式开卖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 价格越降越低 就连免费送都没有人要 眼见公司股价大跌 蒂姆开始慌了 可转机却出现了 一个男孩捡到了呼拉圈 在同学们的注视下 开始疯狂摇摆 一眨眼的功夫 小孩们大量涌入店里 抢购呼拉圈 甚至开始风靡全球 男女老少都玩起了呼拉圈 公司股价大涨 可股东们却亏得内裤都要没了 老子财刚把股份卖出去 绝望的老股东站在桌上 想要模仿老总裁跳下去 可玻璃刚换成树枝玻璃 这一下想死都死不了了 作为身价上一的总裁 变得自大的蒂姆 裁掉了80%的员工 有个电梯员跪下求情 都被她一脚踹开 甚至是秘书兼女友小美的劝说 蒂姆都无动于衷 此时白发书也发起了反击 她查出小美是记者的身份 并欺骗蒂姆 对方是名商业间谍 这一下蒂姆彻底乱了 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还没有休息的功夫 报社老板又想搞出爆炸新闻 表示蒂姆的呼拉圈发明 都是窃取员工的想法 作为记者的小美坐不住了 她严厉表示不能刊登这虚假新闻 可老板丝毫不听 坚决要把新闻发表 没有办法 气急半会的小美 只好选择辞职走人 很快蒂姆的生活跌入了谷底 心如死灰的她想去酒吧买醉 结果却遇到了被自己裁掉的前员工们 前员工看到她火气就上来了 狠狠地把蒂姆打倒在地 甚至几十号人都集体追着她讨公道 蒂姆走投无路 她穿上曾经当收发员的制服 站到了公司高楼窗外 想着跳楼的她却又怂了 刚想转身回到室内 结果一个脚滑从高楼坠了下去 就在要摔到地面时 时间突然静止了 只见老总裁化作天使 出现在了蒂姆身旁 对方让她拿出口袋里的蓝色信件 蒂姆打开一看才知道 原来里面是老总裁的遗言 只要老总裁死后 所有的股份都会交给新上任的总裁 而那个人就是蒂姆 随后时间恢复正常 蒂姆平稳地落在地上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最后白发叔受不了破产打击 跳楼不成反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而蒂姆不仅继续引领公司走向辉煌 还和小美冰释前嫌 两人幸福地在一起了 好了 这里是带你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部电影叫做影子大亨 我们下期再见